整個往黑板往後撞到黑板 我要下兩階 我突然無力我整個擦兩階 就這樣摔 然後膝蓋就摔破二三十次了 我光是膝蓋就噴血二三十次了 走路內拐經常跌倒 陳小姐的左腳垂足 無力 夜晚痛到只能坐著睡覺 到大林慈激醫院檢查後 才發現原來是脊髓腫瘤 壓迫神經所造成 可以看到那個腫瘤 在從第十一胸椎到第二腰椎之間 總共長度大概8.6公分左右 因為它是從脊髓神經長出來 所以開刀的時候 影響到神經的機會會比較大 如果在顯微鏡的輔助下 是可以用顯微的技術把它開乾淨 神經外科陳金城醫師 以顯微手術 為他摘除八公分長的脊髓腫瘤 要滿好一點 好很多 腳原本左腳都不能動 現在可以回復大概九成這樣 後來病理檢查的結果是一個 所謂黏液乳酥狀的一個 四管墨瘤 其實這種腫瘤其實相當罕見 照文獻上的統計 大概一千萬人 大概五到八個人會有這種疾病 醫師提醒 根據腫瘤壓迫的位置 會出現不同的症狀 若平躺感覺背部疼痛 走路無力 異常放電等等 應盡早就醫檢查 把握治療黃金期 大愛新聞加義大連綜合報導 系列報導翻訊